其實我覺得這一次他們的進攻是有點慌亂 C4買一次之後其實進攻方的在手包的位置的話 其實他是可以不用拉得這麼近 雖然說防守方硬壓過來其實我們是可以不用離開的 因為我們的屁股還有一個隊友 但是他們剛打到剩下一打一這種情況的話 其實還是有機會輸掉 而且其實很危險啦 對 非常危險 一打一就很容易直接被鳥掉 對 防守方就從A通衝了出來啊 這個直接打Risk這邊 不過呢 Risk抓到這邊又來 三打三 但是有沒有技術都換回來呢 三打二 逆時針 哇 又換了回來 現在來到了一打一卡屁選手 要現在跟他一對一 兩個琴瑄還有殘鳳 這兩個都滿血啊 三個都滿血 他有沒有機會在這個地方先偷一個呢 不過他現在位置好像已經被掌握了 對 他已經被包夾在這邊有點尷尬 對 他殘鳳也衝過來 不過卡屁也把他收拾掉 一打一 一打一 可惜 對 沒有啦 而且我覺得我剛剛發現 其實他們在贏的時候 他的這個防守雖然是二打一 但是 他還是製造給對方一打一的機會 是 這是一個比較錯誤的示範 因為畢竟我兩個人 我就是要做一個補槍的動作 那我今天一個從A 衝過來一個從B 衝過來就是 還是一打一啊 很可能 第一個死的時候他一個甩箱 沒有把第二個斬 對 所以其實是非常危險 好 那現在 哇 REX直接又是一個2 2 3 2的夾B點 不過這次好像事物比較奏效 對 這次有夾下來 你看這邊 哇 我換出來之後來到三打一啊 順子生一個 順子生有沒有機會呢 一打二 哇 一打三 還有一個 最後一次有沒有機會 對 一打四逆轉嗎 我們來看一下 不過他的血量是非常的低啊 除非他現在槍法發揮 不然很難停啊 現在這邊兩邊對峙 果然最後Sex已經知道 其實他沒有血了 對 他直接掏小槍出來 最後還衝過去鞭屍啦 哇 拜人品了 對 雖然說 在射擊遊戲來說的話 可能就是鞭屍是拜人品 其實 這只是一個 這也不是一個挑釁的動作 當然可能是 但是我們還是要往正向 以前噴漆啦 噴漆是最常見的 對 可是我們還是要往正向來講 因為今天比賽 我叫囂或是幹嘛 其實都是一個 經營自己士氣的功用 並不是真的要去挑釁對方 對 其實國外比賽 叫囂真的很常見 甚至還有人贏了 然後直接衝到你旁邊去跟你 比手勢這樣之類的 都是很常見的 對 好 那現在果然 Rex直接衝A炸區啊 那身體是非常的順利 直接三個壓到A炸區 那現在來到5打3 對 Rex現在3比4 落後1分而已 對 卡P就一個斷後 那A現在完全 A炸區已經完全被控制下 現在回房其實非常難回 而且現在被包夾了 五個打兩個 而且是 握中桌邊的感覺 哇 6又聚了一個 那卡P選手也知道他的位置了 好 那現在來到4打4比4啊 對 哇 3比5其實非常的刺激啊 好 那現在我們看這個開局 又是一個3 2的開局 又是一個分散投資嗎 好 又是一個基本開局 兩個探A Rex Rex Rex則是在M門 在做干擾 那兩隻則是在B控 那防守方 這一次的防守 其實風格有稍微改變 一隻在做A控 一隻在看A 另外一隻在幫忙補防 那三隻是屬於偏B啊 那其實我們現在看情報來說的話 雙方還是按兵不動 因為本身現在目前還沒有探到情報 那Rex 一樣是在做一個干擾 干擾的動作 這邊真的很緊張 贏的人就是優勢幾乎下半場 對 因為現在就是最後一回合了嘛 那其實兩邊都比較謹慎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 進東方 哇這遠距離被縫底鎖給擊殺了 那很可惜也沒有換到風底鎖 那現在 哇他們現在比較聰明 11波的時間要往後丟 對 不要背著進去啊 好那現在 可能是卡在一個特別的位置 卡著卡著就爆了 在通風管旁邊撥 也是被陰跳了 對 哇那現在來到4打3啊 那卡P選手現在只是在B控這個位置 那現在他 即將遭遇 哇 好他擊殺了B點防守方 他還瞬間再往前 給壓力喔 那現在來到3打3 對 那其實現在還是進攻方還是會比較有優勢 因為畢竟3打3來說的話 進攻方 只要人數是平的話 進攻方都還是比較有優勢的 好那現在 兩名來到了B詐區囉 那有沒有機會進去放包呢 哇新鎖老屁股 直接溜過來了 哇那是被發現啊 哇那他們情霸 應該是腳步聲被聽到了 對 所以瞬間 大轉身啦 好那我們現在看到 最後比數來到5比4 好那這邊做一個攻守互換喔 好最後是Rex拿了5分啊 那其實 帶了5比4到下半場其實 勝負還是很難說啊 不過基本上你在那邊領先 心裡也會比較踏實一點 對因為畢竟就是領先嗎 對 領先1分也是領先 應該是不會有落後呢 他覺得說 哇好滿足喔 落後1分這樣子 我們有的選手是比較喜歡劣勢盤 劣勢才會打 真的假的喔 對有的選手是優勢不會打 一定要劣勢才會打 例如 對 例如說我們有職業連載裡面 就有這樣子的選手 喔 喜歡逆風飛行就對了 對喜歡逆風飛 順風會 順風會墜機 對 真的這樣子 哇好 我們現在看到 Winner 哇開局是一個 感覺是一個強攻 對直接來了 Pinko直接衝了 哇 Pinko瞬間進場 來趕快做回防 哇他擊殺1個 那有沒有機會 2個卡屁 哇 感覺很順利 就直接低一點做一個進場 不能又被換的回來 換掉這邊 最後來到3打1 打1 打1個 打2個 打1個 最後一個 哇 最後卡屁選手1打3啊 他這回殺了4個啊 他有4個 最後一個1打3 哇 哇塞我覺得這是一個 太戲劇化的一個表現了 對講說這個進攻 攻得很順暢啊 對最後3打1就要被他1打3啊 對 所以我們 這是卡屁選手的時候我們錯怪你了 不是3打1 是你1打3 對最後還是打4 哇 好那我們現在看到又是一個強攻B點 有來同一招再來一次 對他們覺得他們B點好打 但是會不會卡屁又要發揮 哇卡屁又炸死了一個 哇卡屁現在想說 B點是我家的 讓你那麼容易侵犯 哇不會吧 哇 又是卡屁選手 又打3個 哇塞 哇個人秀啊 我覺得卡屁選手這時候可以站起來叫囂了 這我家欸 你哪是 哪能讓你那麼容易進來 7.4 哇這兩個 抓了7個人頭啊 我們現在看俯視圖 非常的有趣喔 走欸 對Rex想說 你是不是又想衝 換我線去找你 結果哇 對方直衝A點 對方直衝A點 這個戰術其實還是蠻靈活的 直倒黃龍啊 對 那現在這邊就被攻守互換了 對現在換Rex要做一個進攻 進攻A點的一個55進攻 進攻A點壓進來 哇好現在5打4有優勢 但是有沒有機會呢 5打3 阿豪這邊 阿豪選手這時候要講了 很兇啊 A點是我家 我先殺你兩個再說 欸卡屁也從後面繞過來 抓到最後也失色 最後是要西側 哇塞 我覺得這又是一個戲劇話 5打5的手包 怎麼會守不住呢 對 非常的有趣 哇而且這其實是已經放好包在手了啊 放好包5個已經喘羞羞的單力啦 對 結果他5個衝過來 嘖 我不能說不堪一擊啦 所以就是順倒 對 還是 對 好那現在下半場是3比0的優勢 哇 Rex剛剛那期其實我覺得蠻聰明 他派一個人從後面邊 對沒錯 哇 這邊 B控直接單挑 1換1 是相當不錯啦 但是對方的戰術又是3 2的夾B臉 直接來了 對 我們當然是又要看卡屁選手 哇不過這次換Sex側發威啦 好Sex側 打3個了 哇3個了 有沒有機會打4個呢 哇 有沒有有沒有 最後殘鳳選手 哇 果然Sex側換1打4 所以說 B臉是Sex跟卡屁他夾 我肯定 這個已經來到了 已經來到了賽末點 9比4了 你比較適合 那兩邊要硬碰硬碰了 對現在硬碰硬 你再來B臉啊 我給你平了 石頭硬碰 所以時間又抓又抓了 不用換 哇但是我現在發現一個化學效應 不過我們還是要先看完 我再來做一個評斷 好現在 果然 我覺得我現在可以先評斷了 有沒有發現 只要是防守吧 去跟他們硬碰硬 是B臉再跟他們硬碰硬 每次都是輸的周圍 我覺得好奇怪喔 還是守著等他們來好了 只要硬碰硬都輸 不過呢 有來有來 這一次不夠又來了 我再跟你一次 這一次不一樣 這一次到來 Risco這邊抓兩隻 對這次 現在是三打一 馮迪索尼還想跑 你開車開得很快 但是我不相信可以跑得很快 對 他現在卡在這個位置 心想說 有機會 好 最後讓Sex收拾掉這個殘局 拿下最後的關鍵一分 10比5喔 那這邊等於說 拿下了這個比賽 晉級的冠軍賽 是Rakers 對那果然又是 上次比賽的冠亞軍之爭 對 那這一次就要 這一次就變成目標就是 上次的冠軍 當然還是希望衛冕 對當然是希望 上次的亞軍 這次當然就是希望 要拿冠軍 對應該不會希望衛冕吧 衛冕亞軍是 好像怪怪的 那我們就簡單來講一下剛剛那個好了 其實我覺得剛剛就是 還蠻戲劇化的 對 很順利的我把你逼得全殺光 結果一個人突然天生神力發揮 我就把你們全打光 剛剛下半場真的是感覺 就是一下是 那個卡屁 一下是Sexy Sexy 然後又是一個 因錯洋槍的交換進攻 攻守交換 好 我進攻方攻炸HR去 好我5個放好包 喘羞羞丹一來 結果 我防守風我就來了 結果瞬間殺光光 真的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戲劇化的一個 戰況啊 明明就覺得說 應該是贏定的 放完包5個都活著 怎麼可能沒有輸的道理 結果就輸了 守好那個地方就好了 5跟3裡面 就像剛剛我們說 3個打卡屁1個 1個都打3個 這根本就是一個 讓我們很難去評斷很難播 對 其實這個真的是 感覺上就是 要贏 結果又沒有贏下 對 然後不該贏又贏了 所以我們還是 最後還是恭喜 Ragos 對沒錯 我們看到了賽程表 等一下要進行的 先進行的是季軍賽 也就是 Win對上 是Win了 兩個Win的隊伍 在季軍戰對局 終於要有一個Win 真的會Win了 沒錯 總是應該要贏的 對 那再來接下來 今天的重頭戲 大家絕對不能忽略 就是最後的冠軍賽 在下一場的下一場要進行 下一場 怎麼那麼老舌 對 在下一場 那我們就是季軍戰之後的 季軍戰之後的冠亞軍之爭 沒錯 HQ太宇夢益的對上 Ragos 那大家是絕對不要走開的樣 我們這邊就先稍微休息一下 那我們穿口氣 等一下回來進行季軍戰的比賽 謝謝